好的,首先欢迎大家参加品尚网络学院,也是我们PS修图学院的周六晚上的进阶修图公开课。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我的名字叫陈海潮。 我从06年开始从事摄影后期等相关工作,作品多次刊登国内著名摄影杂志近人像,并活了到09年的全国人像后期挑战赛类主。 OK,其他想了解咱们学院的,或者了解我的,可以百度一下。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咱们今天讲一个,欧式的一点复古的这样的一个色调,然后教大家再用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内镜,做一个窗子的阴影的这么的一个效果。 首先呢,我们给大家结个图。 左边是圆图,右边是效果图,在讨论区里,咱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整理的色调呢,是比较淡雅的,而且是偏暖棕色。 就是有休闲色调啊,有点带着复古的这种味道的,通过加上窗子,让这个意境更明显一些。 咱们打开圆图。 圆图是IW格式的啊。 好,打开圆图之后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啊。 首先我们要想做的这种类似于油画复古的,我们尽量选择低低明度的啊,这种低调片。 而且它用的都是,灯比较少,打出那种反差比较明显的,这样会有质感。 做起来,这个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如果都是包围啊,曝光,然后呢,就是整体都是平的,那它效果就不太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 首先我们来调整一下色温,可以找到白避痕工具。 吸取一下,你认为应该是五彩色的区域。 我们就直接吸取背景就行。 吸完了之后呢,我们调整一下曝光,适当提高一点曝光。 然后呢,我们适当加一点对比度,减少高光,加阴影。 通过这样我们可以让它层次更分明,让它的细节丰富起来。 白色和黑色我们可以往右调啊,白色往右,黑色往左。 通过高光去往左,阴影往右,来涂出细节。 好,我们没必要把这里的细节完全涂出,啊,你要完全涂出,它都是噪点。 因为这个图本身拍的就是比较暗。 所以说适当调一调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曝光,让亮一点,直接打开图像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扣托,啊,其实这个背景啊,我是换过的。 原图的背景啊,不太干净,而且褶皱比较明显。 我在网上找一个和原图的背景纹理比较接近的,而且这种颓废的感觉更明显一些。 就是我们要这个有质感,是吧,你必须找那种,不能是特别光滑的那种。 哎,我找的就是一个类似于过去那种欧式的旧旧的墙壁,哎,那样的素材。 通过扣图,把我们的人与背景分裂。 它坐的是一个椅子啊,我们直接把它接过去就行,不用管它了。 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路径,两点生成一线,通过比较少的点,建成一个比较流畅的S型。 影子插件一会儿给你啊,今天的课程的资料,包括原图,素材,我都会在课下上传到网上。 想要的同学可以加加我的这个QQ,或者课下发给你,明白的同学回复一个1。 那么上课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跟着做,所以说我上课的时候一般不发素材。 大家专心听,课下只要想要素材的,肯定都会有啊。 OK,我们在见路径的时候啊,我就不考虑这些细节了,因为它的衣服是有点褶皱的,你发现了吗? 如果你完全按照褶皱去抠图的话,第一个是没必要啊,第二个呢,它褶皱也不好看啊,我认为。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弄得有点流畅的,这种效果啊,线条感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后背也是。 OK,做到这里。 然后抠图到头发这块呢,我们先不用管它。 把头发接过去,以后我们用其他的方法去处理头发。 好,这一块得留着啊,因为这块是。 有点像那个蕾丝啊,或者像那个蝴蝶结之类的,反正是有点细节吧。 这块我们就没必要把它扣成圆的了。 处理完毕之后呢,我们 给它变成选区。 手的这块也是。 不要严格的按照它原来的手的这个弧度去抠,原来的手感觉有点重。 抗手加回车载入选区,双击解锁背景。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拖到复制图层这里,新建一个新图层,隐藏背景。 点击新图层,添加蒙版。 再抠我们的缝隙,很多新手同学就容易忽略掉这个缝隙的位置。 大家修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一点。 这块我们直接点击蒙版,把背景色设置为黑。 Ctrl加back键,把它填充为,就可以了。 填充为黑色。 然后点击蒙版,右键,找到,不用右键了啊,直接点击蒙版,模糊,高速模糊,高速模糊,一个像素。 你放在看一下,一个像素可能有点高,可以设置为0.5。 如果不模糊的话,它的边缘是比较硬的。 那么这个感觉有点假,所以说我们适当模糊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手臂这块,扣的时候,可能是太靠外了,导致这块有个黑边,我们把它选出来,找到选区工具右键,找到语化,0.5像素,delay它就可以了,删掉。 接下来呢,我们再复制,再复制一层啊,然后把第二层的隐藏,点击它的蒙版啊,右键,找到选择并遮住。 通过选择并遮住,我们找到左边啊,第二个,叫做调整边缘画笔工具,按住alt,out键,加数包右键,可以左右移动,是放大缩小,上下移动,变柔,变直边。 这个和我们画笔工具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工具主要是干什么用的,选中你要处理的地方啊,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呢,把一个头发边缘可以识别出来,那就相当于一个抠图的工具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我们直接的右键。 我们先把它退出来,把它显示出来,复制出来,把鼠标放在这里右键,给它删格化图层。 先转换为智能对象,在右键找到删格化图层,把它变成普通图层,这种扣过图的,然后把下面那个隐藏啊,点击它,找到套索工具,连着它的头边缘去建立选区。 然后直接找到选择工具,在它的选项栏里,找到选择并遮住,同样的方法,再找到第二个画笔,在这里涂抹。 涂抹,涂抹哪里哪里变成红色,就代表你是被把它选择上了啊。 好,我们把背景给它涂上。 然后右边有一个边缘检测,我们可以勾选智能半径,把半径往右调一点点,它会自动选择一下。 点击确定,它就会把我们头发边缘啊,以我们背景比较好的分离出来了。 这时候你直接找到画笔工具,或者直接找到添加蒙版,然后再反下蒙版,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头发边缘可能涂得不是特别的严谨啊,然后你再点击它的蒙版,用白色画笔擦一擦就行。 接下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素材打开,拖进去,放到人的后边。 然后后背这块呢,我们要补回来,后背这块有点抠的有点多了,点击蒙版,用我们的白色画笔一擦就可以。 好,接下来我们点击我们的背景,再把我们刚才的啊,隐藏的最下边这个背景打开,点击我刚才的墙壁的背景素材,把它的不透明度降低,就可以了。 让它由我们原图的背景混合一下,这样用啊。 混合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添加个蒙版,找到画笔工具。 主要是擦哪里,就是擦头发边缘,用不透明度为三四十左右的画笔。 黑色的,擦头边缘,可以让头发边缘这块呢,细节更丰富。 四周也可以擦一下。 用不透明度为十左右的擦一下,它就以十进行混合。 但是你这个身体部分就别擦了,因为原图我们扣过了,是吧? 如果你一擦,它这个大屁股就露出来了啊。 所以说这褶皱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主要是擦边缘,让边缘的背景,与这个素材混在一起用就可以了。 然后再添加一个纯色,黑的,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来建立它的不透明度。 点击蒙版,我们主要是擦右上角,因为这个光是从右边来的。 用黑色画笔,不透明度为二三十左右画笔。 然后这块呢,擦出比较亮的背景。 四周是暗一点的啊,左边是暗的啊,右边亮一点。 擦一个光的立体感。 好,再点击我们的素材,墙壁的素材,Ctrl加L掉出我们的色尖,把下面的黑白这个滑块往中间移动就行。 把白色往左调,可以削弱一下它的纹理。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整个画面它的纹理均匀啊。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素材加上去。 那么即便我们现在修好了,即便我们把曲线体量,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纹理是比较均匀的。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个一。 你要觉得麻烦,你也可以不用换。 跳到之前。 调整之后。 好,接下来我们概念出来,Ctrl Shift Alt加E。 概念完毕之后,我们进行修图。 先找到修补工具。 添加一个黑白的观察图层。 添加调整图层,找到黑白,降低红与黄,多调一点。 然后我们点击图层1。 然后呢,找到修补工具。 把皮肤上比较明显的斑点痘痘圈起来。 然后它手臂上的质啊,肩膀上的质我们可以留几个。 你看其实这个皮肤不是特别脏啊。 我们就把明显的痘痘圈起来就可以。 然后找到我们的套索工具右键。 找到填充,内容使用,内容识别。 你可以用修补工具再次把脸上比较明显的痘痘啊,给它处理一下。 修的时候顺着结构去修。 修鼻梁的时候,我们就上下这样移动去取缘。 顺着结构去取缘,它的纹理就不会特别的不协调了。 建立黑白观察组的目的,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去看脸上的瑕疵。 因为有的时候,原图比较好的情况下,你也很难发现这些不明显的问题。 通过变黑白,我们可以让它的皮肤变暗,然后突出它的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隐藏黑白看一下。 调了之前,调了之后。 再次复制出来反向它,打开黑白。 把我们复制并反向的涂层,涂层混合模式,改成线性光。 找到滤镜其他,高反差保留。 这个数值我们设置为6。 找到滤镜,模糊,高丝模糊,高丝模糊也是6。 把我们的皮肤过滤一遍,分屏。 添加蒙版,反向它。 找到画笔,白色画笔,不透明度设置为100。 流量也设置为100。 擦我们脸的位置。 鼻子的位置附近啊,尽量别擦高光。 你擦高光,它就会削弱这个高光的对比。 会让鼻梁看着比较白了啊,就没有立体感。 那其他地方是可以擦的啊,轮廓的地方也别擦。 手臂的一块擦一下。 手臂的一块还需要更大的频率去处理啊。 因为现在看到手臂这块还是有点脏的。 这块擦一下。 隐藏黑白,再次盖验,反向。 火候模式向清光。 这次我们还是对它进行,高反差保留。 操作。 这次我们改大一点。 我们改成12。 滤镜,模糊,高速模糊,12。 添加蒙版,反向。 擦一下。 针对手臂单独建立一个分屏。 即便如此,它边上这块我们还需要修的啊。 这块实在是有个阴影,你看到了吧。 这个阴影,如果你是用分屏修的话呢,是比较麻烦的。 再次盖印,Ctrl,Shift,Alt,加E。 盖印完毕,我们找到钢笔工具。 对到后背的一块呢,我们进行键路径。 键好之后,选中这一块。 找到选区工具右键,找到语化。 语化一个像素。 复制出来,再复制。 按住Alt,Alt键,把鼠标放在两个图层之间。 鼠标左键单击,剪切进去啊。 剪切进去之后,Ctrl,加T,右键找到变形,往里压就可以了。 点滴图层4,右键,找到变形,再调一下它的弧度。 显示的地方,添加蒙版,用黑色画笔工具擦一下。 盖印,Ctrl,Shift,Alt,加E。 哎,你看这块好多了,是吧? 这块我们再液化一下就可以了。 OK,接下来我们把嘴巴,阴影这块,有个比较明显的瑕疵,用修补工具去掉。 这些地方你没必要用剪成剪淡了,修补工具一下子就解决。 你用剪成剪淡反而会让这些纹理啊,衔接不上。 所以说当你拿到比较好的片子的时候,你做的应该就是尽可能的少做破坏性比较大的操作。 修补工具呢,它选哪里,就可以用哪里来替换。 破坏性不是特别大。 这块的阴影也去掉。 它边缘这块我们就可以用图章盖一盖了。 这块问题不是特别明显吗? 用修补工具,它左边是头发,修补的时候,取缘的时候,它可能会把头发给计算进去。 因为修补工具,它也是通过计算,计算四周的啊,去给它补上去。 所以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用图章来处理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调色。 调色之前,我们找到滤镜,使用咱们今天的光效滤镜。 它的滤镜界面啊,它很好,这个操作啊,下面一排是选你这个效果的类型。 点一个就是不同的组啊,比如我点那个人物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啊,人物的,节日用的这些素材,生产树什么的。 如果点击这个花形的窗户啊,这里边全是各种的,哎,花形的窗户。 还有这个调形的,就正方形的,我们点击花形的窗户啊,点击这个花。 然后呢,直接点击,下边有一个啊,比较长的,这么一个P开头的,哎,英文。 点开了,里面可以对它的花进行调整参数。 你也可以对它的整个照片四角各有一个圆,通过调整圆,可以控制它的变形程度,做透视。 点击中间的,可以移动。 我们把它放到人的头的身子的这个位置啊,你放到下面去就没意思了啊,我们就放到中间这块。 然后呢,可以适当的调一下它的亮度。 然后在有B,L,E,N,D,这个英文意思是选择不同的光的类型。 我们选择第二个光,这个光是比较柔和的光。 第一个光特别强,有点金属质感。 哎,下面那个光就是反向的啊,这不适合这样的片子。 我们选择中间的啊,通过它可以调整力度。 力度不要太大。 然后下面这一行指的是扭曲程度。 往左来一点啊,适当扭曲一点。 然后下面那个呢,就是调整它的模糊的程度。 不模糊的话,它是非常硬的边缘。 这个就没法看了啊,适当模糊一点就可以了。 啊,接下来呢,就是调整它的明暗啊。 可以把我们的光嵌入到你的人身上。 然后呢,把四周压暗。 就只有光的位置啊,比较亮。 这个我们就是让,哎,不用动就像这个啊。 然后下面这个就调整它的大小。 我们身上大一点就可以了。 往下来一点。 然后直接的点击yes。 关的时候,确认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点击关闭。 就是右上角这个X,它出现一个yes啊。 no,你点击yes。 这样就把光效加上去了,而且这个光它还会模拟这个柔和的质感,让你整个照片有一个朦胧的特效。 对这个没问题的同学回复这个1。 接下来呢,就是调色了啊。 我们要想调出这个颜色,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颜色构成。 哎,它的整体,它这个背景是有点偏黄绿色的啊。 是复古的色调啊。 所以说我们在调色的时候,添加颗的颜色,找到黑。 黑色里面,我们可以减少一点黑,然后直接减轻。 来,加黄。 减少一点青。 加黄。 黄绿色调就出来了。 再找到中性色。 加一点黄。 加一点青。 白色,减黄。 蓝一点。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照片濾镜。 选择青色的濾镜。 就可以模拟这个效果。 我们再添加个色相保和度,找到托手工具,点击背景的颜色。 降低一点宝盒。 调一下色相。 照片濾镜,它这个蒙版,用黑色画笔擦一擦。 主要是擦这块。 因为这块,你加了青色濾镜之后,它这块会更变得更累一些。 我们擦出来,不要让它特别累。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色尖,找到我们的红色通道。 红色通道里面的黑白色块,下面的啊,黑色往右调,绿色的黑色往右调一点。 红色高光往左调,绿色的往左调,这么的颜色就出来了。 最后我们可以添加个渐变一色,黑白的。 降低它的不特别度,让整个照片颜色淡雅一点。 OK,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恢复一个一。 想让它朦胧一点,我们可以概念出来,直接高丝模糊。 高丝模糊完毕,混合模式改成柔光。 然后降低它的不特别度,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加门字了啊,这个就不讲了。 它这个加光的时候呢,它有时候,这个光的位置会影响到脸的这个明暗。 你看影响到手臂这块,倒没什么啊。 如果影响到脸这块,它可能会导致你的脸有一块黑,有一块白。 这个就没办法了,除非你不要这个特效。 因为正常情况下,多少会影响一下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那我们就可以怎么做? 直接的点击它的蒙版。 就是我们已经做好窗子特效的这个蒙版。 擦一下就行。 擦擦了。 那么这个脸上基本上就不会受窗子的这个特效的影响。 就看你怎么想的了。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个一。 可以再添加一个曲线,点击脸,点击拖动修盖曲线啊,点击脸,对红和绿都往上加一点。 让这个效果更暖一点。 好,现在还有哪个同学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如果哪个同学想要咱们今天的素材, 还有今天上课用的这个插件。 你会在9点下课之后,给我5颗星好评,外加15个字以上的评语,就可以获得。